Hello 大家好 好多謝大家又來看我的影片 今天我就要和大家分享我現在化的妝容 就是最近非常流行的Glass Skin Makeup 就是一些很有水感 皮膚是有光澤到玻璃的透亮 一看下去就好像很有氣質 很有水分 開始之前我就要非常多謝Sasa 給我去他們的店舖 選了這一套的化妝品來用 所以今天化的妝容 全部用的產品都可以在Sasa找到 這些產品價錢是比較合理 而且不需要一定是專櫃品牌才能買到 但是出來的效果我覺得是非常刺激 我自己也很喜歡這個妝感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我是怎樣化妝 就繼續看下去了 我這個沒有化妝的樣子 大家應該都看了很多次了 要做到皮膚感覺透薄的效果 我就選了氣剪粉餅 首先用Cyber Color Rosy Glow CC Cushion 打開你會看到一個很有趣的螺旋紋 因為它是把粉底和玫瑰水精華混合在一起的 因為它裡面有防曬的關係 我就會用它來打底 最近我皮膚雖然沒有什麼瑕疵 但是面色比較暗沉 所以它裡面的粉紅色是有調色作用 主要是幫忙去黃的 我只是很薄的印了一層 大家就可以看到前面和後面的分別 我全面做了調色和打底之後 我就用一個乾淨的粉底掃 把它均勻推開 這樣就會更加貼薄 和融入我們的皮膚裡 遮瑕膏方面我也是用氣剪粉給它完成的 這個是Banilla Coal Real Stay Cushion 它是非常之高遮瑕度的 因為它的質地都比較水 所以我用一個細掃上面 這樣它的妝感就會更加貼 用它當遮瑕膏自然得來 又能遮瑕疵 我也是用來提亮眼底 遮瑕眼圈 鼻旁的紅印 反正臉有什麼瑕疵 就用它來遮瑕 然後我就用這個平價版的Beauty Blender 把它推開 因為剛剛那兩個Cushion 都是比較保濕的 所以你看到妝感其實也是很水潤 很近看也不會很厚 而且也有光澤感 然後就用Banilla Coal Finish Powder 它是透明的 所以無論什麼膚色都適用 而且它的粉質是超幼細 細得好像煙霧一樣 因為這個碎粉是啞面的 它可以去油光定妝 以及收毛孔 因為我們今天要化一個Glass Skin的效果 所以我就會局部性上 主要在鼻子上 因為很多毛孔和黑頭的位置 你看到我一掃 毛孔馬上小了 以及沒有了油光 還有剛剛還點遮瑕的位置 令妝更加持久 這樣的做法 就算上了碎粉 皮膚也是保留光澤度 以及它本身的質感 最後最後 因為今天的妝主要是 主要在底妝上 所以我們會用很多產品 這個是VT的Blue Koi Gym Pack 聽說在韓國是非常受歡迎 他們的美妝店Olivia Young 是最買得的 打開你會看到一些拉花的圖案 因為它是壓縮了粉底 以及膠原蛋白精華 因為女生過了25歲 就會流失膠原蛋白 我還差一年 其實我也很害怕 這個其實它有爆水的作用 所以它出來的效果是超有水感和光澤感的 因為它裡面有護膚的成分 所以感覺上就可以一邊化妝一邊護膚了 我在手背推開 大家就會看到它的質感是很水的 為了做到一個超水潤的妝感 我就會重點把它放在拳骨的位置 它做到一個很自然的妝感 因為它不像highlighter 又有很大顆閃粉 它是用它本身水潤的質感 做到一個很亮的效果 亦都因為它很保濕的關係 乾肌的朋友其實全面用都可以的 而且因為它是有很高的防曬度數 所以我覺得可以打光影得來 再在一些突出來的位置 加多一層防曬的保護 我想這個超級有光澤 爆水的Glass Skin妝感 就是這樣完成了 我們現在就可以去到眼妝的部分了 我在沙沙逛街的時候 已經被這個日本牌子Eleanor的眼影盆 深深吸引著 一開始是先看中了它的包裝 然後它裡面是有四格的組合 裡面的顏色也是非常顯色 而且閃粉也是做得很漂亮的 首先我會用這個大紅的啡色大範圍 將整個眼角塗勻 如果怕第一次失受 就不需要塗太多 因為它本身已經很實色了 我們大範圍推開它 去到眉骨的位置就可以停了 為了令到眼妝更協調 我們要將顏色帶到下眼線 你看到我都會花很多時間 來回將顏色掃鬆它 這個眼影盆的組合當然非常細心 它裡面是有一個淺珠光的顏色 給你做眉骨的打亮 其實要快些很自然的眼妝 我們不一定要用眼線筆去畫眼線 有沒有試過用眉筆呢 這個眉筆除了我用來畫眉之外 我還會用它來畫眼線 它的出色度是剛剛好 又不會好像眼線筆那麼實色 用它來輕輕加深眼線位 再將眼尾延長 它出來的效果是非常自然的 當然啦 如果你是沒有紋內眼線 都可以用一個防水的眼線液 畫眼睫毛的金部 要妝非常精緻 眼尾一定要用眼線液挑出來 才會更加幼細 這個是PUPER的Summer LA Light Me Cushion Face Highlighter 它是一個光影粉 當然你可以用它在臉上做一個打亮 但因為它金色的閃粉實在太美 所以我決定把它放在下眼線上 眼睛加一些閃閃的效果 立即有一個水溫溫的感覺 看上去都會有神和精緻很多 這個步驟也是選擇的 因為我們下眼線加了很多的閃粉 上面想平衡一下 我就會用這個Eleanor的眼影筆 它是雙頭的 一邊是一個eyeliner pencil 其實眼線筆除了可以畫眼線之外 還可以用來點雀斑 畫雀斑就可以給人一個錯覺 好像粉底很透薄 透到自己本身皮膚的瑕疵出來 令到妝感更加自然 當然啦 如果你不是一個雀斑的發燒友 就可以跳過這個步驟了 而這一支Miracle Key Eye Pen 另外一邊就是一個眼影 它裡面帶有閃粉 還有一個棉花頭 方便我把眼線擦開 做到一個煙燻的效果 同時加一點點閃粉 令到妝更加立體 然後這一支Banilla Code的Circle Volume Mascara 我在影片裡也介紹過 我非常喜歡它 它是防水的 所以要持久 另外它刷頭是一個Ascene的設計 所以塗每一條眼睫毛都很均勻 而且做到一個很濃密的效果 眉毛方面 我也是用Cyber Color這支Auto Eyebrow Pen 它的筆心軟眼色中 其實很方便便畫到眉型 我還會逐筆逐筆仿真毛地挑上去 令到眉妝非常自然 眉色亦不會過深過淺 它總共有六種顏色 所以無論你染什麼顏色的頭髮 應該都會選到適合自己的顏色 其實我也是跟眉毛天生的生長方向 逐條逐條挑出來 再用它另一邊的刷頭 疏鬆它 這樣就非常自然 然後當然少不了 就是塗眉膠 這個是Cyber Color的Brow Tinted Volumizer 它裡面是有些細細的纖維 但它很輕身 所以就不會有很重的感覺 而且顯色度也非常高 今次我特地選了一個淺色的顏色 另外它也可以令眉妝更加持久 因為它是防水防香 它的刷頭是180度 所以就會很容易擦 以胭脂方面 我最近都是比較喜歡膏狀的胭脂 這個是Puber Blush Me Cushion Blush 它這個粉紅色可以做到一個很自然的蘋果肌效果 而且它這個質地也算滑 在面上也很容易推開 在面上加了這個胭脂之後 整個氣色是非常健康 好像很粉嫩 唇膏方面 我就選了Sasa Tini的Truly Kissable Lipstick 它的顯色度很高 而且它有保濕配方 令到嘴巴也很水潤 因為它裡面有堅果油 而且它是韓國製造的 其實總共出了8種顏色 不過我自己選了3種我最喜歡的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8號Cream Coral 它是很近似我的唇色 但當然就比較漂亮 它的設計是很貼近唇部 所以我不需要用唇線筆 都可以畫到一個很豐滿的唇型 這個顏色就是比較自然 而且我最常塗的顏色 另外一個我推介的就是5號Bear Blush 它是一個淡粉紅色 我塗上嘴你就會知道其實它很容易carry 喜歡它不算太鮮色 這個粉紅色又不是太黑暗 如果那天你上臉色是比較紅 塗上一個粉紅色的唇膏就適合了 最後一支我比較喜歡的就是1號Loss Cherry 它是一個奢尼紫顏色 因為它顯色度很高 當然你可以塗一個direction 不過我發現在我身上 最漂亮的方法就是點一點點 然後用手指推開它 出來的效果就是一些sting的感覺 其實紅色的唇膏也可以很自然的 那我今天就是用完所有開架品牌化這個全妝出來的效果 希望你們會喜歡 好了那今次的分量就差不多了 我自己也真的很喜歡這個妝 因為跟我平時化的有些換言一聲的感覺 因為那個乾窄感看起來真的很健康 還有少少寒妝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很清新 而且都很喜歡的 那希望大家跟我一樣都很喜歡這個妝 非常多謝大家收看 我會很快就見到你們了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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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